花莲县学童营养午餐为了落实实农教育 支持在地农业地产递销的核心价值 许盛长积极推动有机豆奶入校园的计划 由花莲县政府协助丰荣地区农会建制有机豆奶的产线 扶持杂粮产区农友生产 实践实在地为孩子加营养 让孩童在学校每周有一次可以饮用到营养的有机豆奶 为了让国中小学学童喝到最健康最安全的豆奶 提供营养补充 花莲县政府办理111学年度第一学期有机豆奶采购 经公开招标后 由凤容地区农会得标负责生产加工制造 凤容地区农会辅导农民种植花莲一号 黄豆品种加工后制成慢成有机豆奶 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农产品 皆是由有机认证的标章 加工生产环境以及人员都通过相关的安全卫生检验 凤容地区农会由我们农会送达到125所学校 2万多个学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有机豆奶 尤其我们徐县长大力推荐 使用在地的农产品 然后把优质的农产品制造成我们的有机豆奶 跟我们所有的新兴鞋子 还有就是未来主人一起分享 这么好的产品我希望不仅农民 辛苦的农民 还有就是所有消费者 都可以吃得安全支出健康 我希望是说农产组还有中央 还有地方政府一起来配合 慢成有机豆奶将采每一周一次 或是每个月一次的配送方式 让学童能够饮用到 而近年来食安意识的抬头 有机豆的种植也能够扶持 杂粮产区农友生产 实践实在地 为孩子加营养 并支持在地产业的方向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